请在现实十五分钟内 找到想要工作的搭档 直接表来议员 接下来 这个房间是空的吗 难道 没错 老师 是你 不 不好意思 他们说你这我已经 这个 啥 人满没换了 没人亲过来 没有了 我第一个 我觉得跟千换我们是 差不多一个辈份的 千换恨死我了 老说我俩是同一个人 因为女同学比较在意这个 所以能够 就可以合着特别的流畅 另外来讲我觉得我们之前 有两次都是PK对手 老师 我都输给你 所以 忙不需要 我可能长得不太好 我们不能老成为对手 应该合作 老师 你知道这个杀鱼区是怎么样吗 你以为合作吗 我们还是有PK的 那不管 我的这个直觉上 你是一个很好合作的一个女歌手 我要先说我是好麻烦的一个人 是真的 对吧 万一我们合作的时候 你要不要怪我很直接 那不管 因为我喜欢在音乐上 分追求完美的人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 这两个人的那个默契很重要 就是合作舞台 其实不只是要做一个作品而已 而是最好听的原因是 大家有一种交流还有 就是那个音乐氛围 在那个过程是麻烦的 总之我们就觉得一首歌 只要改人就好 就是能够演唱者有唱的愿望 这就是成功 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们把咱俩的事先定下来 没有不行不能这样 男女双方各有意愿才会 你这不相亲节目吗 你这不相亲节目吗 哪是个歌唱的节目 现在靳哥的邀请我懂了 我懂了 靳哥还会去别的房间吗 我是比较专一的告诉你 谢谢 对 谢谢 成功了吗 成功了吗 没有呢 我去了一下签化的房间 那你觉得应该成功吗 不知道 考虑一下我的条件 人家的条件 你给它什么条件啊 我的文化背景 那我觉得肯定没问题 我还希望签化来吧 你来我往吧 来而不往非礼也 怎么还没来 是不是他们已经 把我放弃了 还是模仿大雨 治水三国家门不入 那是谁啊 谁啊 两个已经走了啊 这该是你可能的危险子 是吗 是的 啥 你搞定了 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我现在跟你合作一下 就下次 没有吗 我先去其他 没有 他们要再聊一下 要不这个是谁 那个莎莉姐 那我去见你那边 见 见给谁 签化来了 签化终于了 终于终于 没没 没 我都要想清楚 因为签化可能是 他比较谨慎 比较认真 没有没有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因为 刚刚大家讲得很虚嘛 对 所以我想知道 那个主观跟客观之间 你觉得如果我们合作 是一首什么类型的歌 因为我看过 了解一些你 梅艳芳跟你有一些交集 是吧 对 然后你看我唱过 陈北强的歌 掌过那个歌 就我一定要唱一首 梅艳芳的歌曲 并不是因为他们仨 都是逝去的人 因为在我们 我在我东北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三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在粤语歌曲中的 我了解 就是影响到你成长 经历上面的一些回忆 对 我一定要唱一个 我热爱的一个人 其实梅艳芳我都有常常唱她的歌 是吗 对 你比较喜欢唱 最想唱的歌 本来最初 我有一首歌很想去唱 是梅艳的吗 不是 是梁艳芳的 我不是让你冥艳芳芳的首诗 最爱是谁 最爱是谁 在世间藏玫瑰蕾 不太熟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有一个剧情感 或者是那个 歌曲比较丰富一点 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容易去 但可不可以我唱国语的 可以啊 好 就这首歌了 行了 真的 好疯 好疯